字幕提供 所謂遊度 香港我想到不是很多 這些已經好像有少少黃昏的東西 我覺得做喜劇挺好笑的 但後來因為有看過香港 在那個時期上有很多戲劇 效果都不太好 如果我做下去的話 可能大家在觀眾層演上的接受程度 未必那麼高 後來就把概念改成一個主題 比較強一點的電影 在想這個《柔道龍虎榜》 我當時不講過第一個版本 而講過現在的版本 我想的時候是我們怎樣看 當年看《柔道》 無論是在黑澤民的第一部電影 以至到我看電視劇 《足協無我》做《不知三四郎》 即是這兩個戲的時候的香港人 或者我自己 究竟我們那時候是甚麼呢 在這裏會看回 其實社會和一切的東西 都進步得很快 因為我們當時的感受 未必是現在的年青人 可以明白、理解、遭遇的 七十年代的香港 七十年代的香港 就是一個年青人是挺積極的 好像 我認識的很多朋友同學都好 他們雖然當時讀完中學都是一個問題 大學沒有現在那麼多 很多人都在中學之後 或是未完中學都出來工作 但當時的人是甚麼呢 要是學師 可門好的手藝 哪管你是在學泥水 或者是電燈 又或者是去學打金 有很多這些 或者工廠學整理 或者之類的很多這些東西 但很多人都會有一個態度 就是晚上回到夜學 或者一個人會兼幾份工作 回到這份工作 晚上去學甚麼 學另一門手藝 因為社會是比較積極的 年青人對現狀是有希望的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都有一套好處 就是我們看到的態度是 承受得起失敗 我也知道是直接去說一些 很雪教的東西 可能大家都不會喜歡的 我選擇的就是比較浪漫的 一個方法去說 也都留有很多空間 給觀眾自己去想的 我是認為 我自己個人會認為 香港觀眾應該進步了 應該有地方是留白給他的 當然結果不是那麼理想的 我最終的一件事 我講的是最終的精神裡面的就是 無論我們今天 環境的變化有多大 即使是金錢上 或是在感情上 或者最嚴重的就是 在生理上出現一種變化 很簡單的說 你只有兩年命 你怎樣生 你怎樣活這兩年 我的取向就會告訴大家 會活在當下 沒有人可以擔心 你現在身體很完整 很漂亮 甚麼都很好 家庭很好 你兩年不會存在在世上 你用這樣的想法去想 其實我們已經在一個 活著這個世界裡面 都是活在一個甚麼 你預期 就不是你預期出現的東西 生命是無常的 如果生命是記得出來的 就不會等於這樣的 社會不會這樣 人類不會這樣 你以為明天的東西出現 明天的東西未必會出現 你以為它不出現 它會出現 在這個基礎底下 我會覺得就是 無論我們遇到甚麼困境的時候 要好好地過去 要面對那個困境 而不要用一個態度 就是用一個消極的態度去看 你過了一個陣子的話 你就會出現了另一個 不同的環境 或者不同的想法 這個想法可能比你日常低了 差了 只要你適應它 它一樣會等於 原來你要過的日子 戲裡面 我們很希望大家能夠看得到的 就是我們不會有敵人 我不用寫一個敵人在這裡 我也不需要寫環境點逼你 不要這些完全不重要 是很個人 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人生上的道理在哪裡 好像猶如有故事 這個盲著眼睛 就是慢慢會盲的 是很悲哀的事 等於一個人生癌症 他可能真的會活兩年 或者一年 他就離開 但是是不是要熬過去 這段日子 是不是要熬過去 還是要好好地享受 或者好好地做一些事情 令到你這六個月 或者你這一年 或者兩年 更比以前精彩 這個才是積極人生 我自己很希望 在戲裡面都能夠看到 就是說 我不希望寫到一些 我們寫開的一些壓力 給角色 也不希望有反派 在這裡裡面的原因 最想的就是大家去看看 如果當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自己應該如何面對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故事就很清楚 就是他在客警門中心的思想 就是一個 本來是游道界一個精英 最後消失的原因 是因為他就是遇到困難 他越來越下去的 之後越來越走險境 而到最後的話 當他迫敷到自己的時候 即使他明天盲了很多 已經不是那麼大負擔 就等於人 我剛才所說的主題裡面 我們活在當下 那管我們六個月命 六十年命 你也要活下去 而問題就是要支持你活得精彩 才是這個人生觀 我今天負資產有什麼所謂 我熬過他就行了 你把自己的生活壓縮 你覺得開心 你不要壓縮他 天天就埋怨 你的埋怨是沒有用的 他就是飾演一個 一個主題式的一種角色 如果去到郭富城 一個這樣的角色 我就很想看到一個很積極的人 跟他有一個對比 他沒有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達至自己的理想 我未必是最好打 但我都要做 他最大的擺戲裡面 是一個支持奮鬥的人 支持奮鬥的一份子 我都要做 應採員不停地 為自己來的時候 我知道他一輩子 都不可以做一個好的歌手 在我錄音的時候 叫他唱的時候 叫他唱的人 你不要唱得那麼好 因為我想說那個人 其實他沒有成功的希望 他由台南去台北 去台北來香港 現在去香港去日本 但是人是這樣的 夢想你要做 誰可以決定你行不行 你沒有做過 你就說自己不行 所以到最後 他其實應該跟他 和爸爸回去 他一個這麼好的家庭 跟爸爸一起是非常好 但最後他都不 最後那一刻他都不肯 他都還要去日本 這個觀念是傻的 但沒有了這種憧憬 沒有了這種支持 我們人生還沒有希望 如果沒有夢的人 我覺得都挺可憐的 那時候你是做一個很簡單的夢 就是很多 我們上一代的父母 都是這樣的 子女成 教育成才 就是他最大的夢 有些不是 養大他們 就是最大的夢 夠不夠肉 不要緊 他健康就可以了 就是那館 是最簡單的 但也要過 也要有個難關要過 你看到是過得到的 不是香港這麼繁榮 去到傻子的做法 傻子的想法 其實傻子的想法 就是我一個幻想 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遊戲人間 人間裡的事 一切種種 其實都是演戲而已 是活在一個 他認為的浪漫世界裡 可能傻子活得很開心 我這陣子很希望 出現的東西 是盡量我要見到 看不到的東西 最重要是沒有出現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誰 猶豫就是 我也有考慮過 當年金泉 拍電影 很多人問他 為何你 很多天天都放煙 金泉也曾經 他很清楚 反而導演 可能是一個畫家 或者是對美工很好 他就是那個論調 放煙 就是要看到要看的東西 看不到的東西 是白的 跟國畫一樣 我自己現在有同一感覺 就是我想見到的 就是我見到的東西 見不到的東西 不要見到 所以那個燈光運用 不在近這一段日子 我會比較喜歡 還有 除了這個之外 我盡量希望 不動的東西 就不要動 要動的東西 就要動 以前我不是 以前我是不是都要動 以前我拍戲 原來是否都要走 是否都要找個位置 去動 但現在反而有一個靜態感 會不會很痛 用長鏡頭 最終的想法就是 要大家很容易入門 如果他沒有 譬如說 英采宜跑來跑去 鏡頭這樣跟著 如果他沒有真的這樣跑過 沒有真的這樣去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可能他未必能感受到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如果跑得不夠好 或者是 鏡頭越長 危險度越高 因為要挑戰的事情太多 而避開了這個位置的時候 可能他一跑出鏡 這頭跑又入鏡 這頭跑又入鏡 這些很零碎的組合 就可能在那個戲裏面都能表達到 但絕對不可以好得過 就是說 真真正正做一次 而真真正正在 考的過程裏面的感受 而在 我不需要你誇張去演出來 你用當時的感受 你做到那件事就是那件事 我正不需要逼演員 你很辛苦 說你們做到很努力 或者什麼 因為那個已經是演了 我拍了這麼多年戲 我覺得也是很厲害 很多反應都好像見過了 有多好演技 那個都錯了 因為你一叫他入鏡 還跑很辛苦 他都沒有跑過 那你叫導演說 不如你這樣 從街尾跑過來 我就是拍你這個鏡頭 好像又不太過檔 大佬 跑到來才做 我會很希望 給一些 尤其是應採兒 都算是一個新的演員的時候 給他直接的感受 你不懂得演戲 不要緊要 你做真的 不如做真的事 你又要叫他做真 你又不幫他 那是很難的 你叫他入鏡 就跑得很辛苦 他沒有的 他沒有可能有這件事 將來可能他會有 但我亦都考慮過 你更厲害的演員 你都未必做得到 那個反應給我 都是禮牌的 沒有他了 NG了很多次 NG了很多次 他們覺得耐 和我覺得耐是不同的 他說 我說 我給你一會兒 我怎麼會辛苦 對吧 你沒有那個時候 按著他 扯著你的頸 他沒有這件事 還有 那個戲 出不了你 就是我扯著你 而你不動 你很辛苦 喂 沒有戲 當時 如果是很辛苦 你還是在頂著 我拉著你 我扯著你的感覺 他這樣都不還手 他說 這是什麼 這件事 互相有一個感覺 在裡面 我就被你扯著 我老虎都不動 導演不准動 無論如何都不能動 就死定了 一定要頂下去 因為我忍著不出手 因為要 類似這些種種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當日拍攝的時候 演員都不知道 可能都不明白 導演為什麼要這麼久 但是就是要這麼久 就叫到你們 大家感受到裡面的世界 我就停 你不要問我 到底要多久 我也不知道要多久 現在 決定了 整個人都很年輕 而且明天就答 好像盧海鵬是一個 挺搞笑的語言 為什麼會選擇一個 這樣的人 去做一部這麼認真的電影 我都會覺得 第一 我很喜歡他的型 我覺得他的年紀 和他所有的東西 都很適合這個角色 第一 第二 我會覺得他也有感覺 在裡面 他拍攝的時候也很辛苦 他也有很多 他的樣子有很多 反應給你 他怕不夠 但是也要告訴他 阿鵬不是這樣的 你直接說就行了 你就這樣看著他 慢慢說 好 這樣也結束了十幾次 他不懂演戲 他演戲很厲害 但是這個戲 不是要你這個 我就是要你那個 就是叫你慢慢說 慢慢說 一句一句 而且他的眼睛一直看著他 不想看著他 他的意思 我不是去挑戰他 他會不會演戲 而是我很希望 他會明白到 這個角色本身 需要做什麼 這個 這個 不是說他聰明不聰明 是溝通夠不夠 就是我要給他時間 跟他溝通 就是要用這十幾個 來跟他溝通 你說第一句 開錄紙 教給他聽 是這樣說的 他都不會明白 他自己有一個節奏 每個演員 自己有一種厲害的東西 在裡面 我說不要你最厲害的時候 就是最痛苦的 他 我也痛苦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就會在那個 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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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出現了一個人的 因為他原來 又是需要很久很久 引辱這件事出來的 一個不是他 關上用的一種 pattern或者演法 是大部分演員都會 是全香港最厲害的演員 大家懂得看電影的人 有這麼多出名的演員 都是幾個板斧 不是他們不好的東西 羅伯迪尼路也是這樣 一看又是那幾個東西 你要抹掉他 不准他做甚麼 不准他這樣 他又只是說 為甚麼要我這樣 可以是鬧半天的 因為你是那個人 我不想你是那個人 問題是這裡 那你不要踩我 他說不行 你的樣子又多好 你又賣浮 或者之類的 是這樣的 但是誰肯跟你抹磨 其實是 好像阿輝仔做過 那一條傻傻傻傻傻傻 那樣 簡直是打壞你的 他說 他自己說甚麼都不知道 那怎樣 阿輝仔 如果你知道自己說甚麼 你就錯了我 那我怎麼說對白 你去想怎麼說 如果你很清楚自己說甚麼 你很有嫖理說話 你就正正常常 是不是 我叫你 又搞很久 他說不准大聲 好像自己暗暗沉沉 那樣 但又要聽到 這些事情 就是我的要求 但演員 他怎樣演 是他的方法 有沒有時間 就是導演 你要給他 如果導演 你又要急又要快 你又要別人這樣 沒有可能 要培養 等於長鏡頭的感覺 就是 你要讓他進入世界 演員也是 他慢慢慢慢把自己進去 一次都不行 他會想 不聰明的人 就不會想的 聰明的人一定會想的 而且他真的想演戲的人 他會想到 第二時間 我知道 在這裏 所以這個戲裏 其實每個演員員 都做得相當好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算最不懂演戲的人 坐一致 他也是 他好像他不懂 但他很忠誠地聽到 導演想要你做什麽 故事也是 故事也是 故事做到這麽久的戲劇 節奏快到 我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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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很拼頭頭 整個星期真的很不自然 因為他好像不是這樣 他演出一些戲 一講完 立即回答 我說 應該不回答都可以 不過他要講劇情 所以你回答他 你這個人 喝到這樣 整個都不是人 你怎麽快會有反應 別說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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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圈的 有些 已經 腦裏 有些 你已經不知怎麽樣 他講話怎麽快 他回答你怎麽快 說回演員 人生就是這樣 你去到那個位置 你應該想到那個人是否 不是假裝他 你假裝他沒有用 你看他為何會這樣 很多時候 我發覺我們 當然我 我不是很喜歡 給完整的劇本演員看 其實我是求新鮮的 我要求新鮮感 我也覺得演員 需要有這個新鮮感 但變成沒有了準備 沒有了中間的 他做功課的時間 他做功課的時間 就是在現場 我們慢慢在看 所以這部戲就是 我拍了 有麽多部電影以來 這部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我要跟他們 一起去投入 一起去看 但是我自己都會覺得 這個戲是我 拍了麽多年的戲 我自己都覺得 是一個挺好的挑戰 第一對我自己 第二對演員本身 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我拍的時候 是決定了是怎樣的 其實是 我要大家所有演員 就是排的時候 一起做 我說一、二、三 就一起做 你有這做 他有他做 但是我希望大家 每次都一樣 這樣是陷阱的 一邊排 大家慢了 你快了 整個樂隊 我再來一次 不行不行 他又差一點 直到大家都排到熟練 知道是怎樣的 因為我會說 我會剪是同時 所有事情會同時 我拍完這個機位 之後 我去那裏都是一樣 你們都要做一件 我去哪裏 你們都要做一件 你何時給錢 他的手要怎樣 全部都要一樣 最終那件事 我知道 因為當我剪的時候 時間不可以坐 而為何我會剪成這樣 就是想電影這樣 我不需要太明白 你明白我 整個細節是甚麼 整個感覺 我要一個感覺 我不要你知道 我僅知道 你知道他是師父 僅知道這個是他經理人 僅知道這個是他老闆 這個來找你那個 當然要尋仇 你沒理由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根本就已經可以離開戲院 我要的就是 很多問題 這班人有很多問題 是誰給你出來的 這些問題 就是這個 武天樂搞出來的 一個人的事 其實就是我最終的目的 如果我逐一場 逐一場 逐一場 他告訴你 你不會有這個感覺 想遮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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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遮罰我 聽不遮罰我便對 我認為 可能有些觀眾說 你搞不需要這樣 我怎樣 你怎樣亂了 我就是要你亂 你知道誰是甚麼 就行了 整個戲裏面 我處理這個殺難的時候 感覺是這樣 但難度是我們要 要練習得好 就是大家 准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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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是條節而已 不是難度 是 好像有個不懂得 拉挖鈴的 走去拉 演唱會 每次都是他坐 不是的 是協調 做一個協調 但這個協調 它的難度 是要時間 還有大家要明白 你講話的時候 你要不要太大聲 不然你就 答了別人的聲音 這些就是技術性的東西 但是做出來的話 我自己都會覺得 就是在意念上 可能未必觀眾 會這麼快去抓我 但如果他看了一兩次的話 他會覺得可以 拍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人物 基本上就是 如果有得死 他會死 他師父 當他師父 不要他的錢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 價值 什麼價值都沒有 他才會去賭場 做出一些這樣的事 但他猜不到的事情 就是 女性會把錢拿走 所以他走的時候 我拍到一個書 他笑 就是希望 就是一個希望 就是一個希望 這個女子 她不停有希望 贏一點就可以了 殺 她的勝場戲 是一個浪漫的世界 是很壞的時候 看到一件很好看的事情 當時跟古底這樣笑 都很難的 很難的 怎麼呢 都騙了很耐頭 為什麼 他用手段的背後 看著那些錢飛 怎麼笑 為什麼他拍到這麼誇張 那些事情 其實那是不真的 世界 但是人生就缺乏了一些這樣的東西 忘記了前面的一切 這個就是 所謂浪漫 我們要為自己的生命 都是這樣 都是要找那種浪漫 那管 不是用錢的 一定不是錢 不是物質的 是一種刺激的東西 這一刺激足夠用一輩子 可能真的跟戲沒有關係 這就是 我們年輕成長的時候 有一種感覺 我們很多時候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做一些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 幾個同學 去做一些無聊的事情 做完之後 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還在這裡 那一刺激就是 我在這個戲裡面 我想擺出來的東西 就是 他們一句對白都不准 我不需要說一句對白 只要有個朋友 有問題 另一個朋友就會來幫你 一個朋友搞不定 另一個朋友都會來幫你 是有人幫人的 是有人一起努力去把一個希望達成的 這個戲裡面 其中一個我想說的 不是從灰的 永遠不是從灰面看的 我們在看一個積極的一面 是從灰面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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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是應彩而離開的 之後 這場之後就會離開的 那管大家都是 國賓前程也好 這三個人曾經在一起 做了一個很無聊的事 十年後他們都說 自己的紅氣球 好像晴晴就說 我下面那個比較難受 可能我會騎著他難受 這些就是十年後 能說回來的 那種浪漫 那就是有情的存在 那個位置 絕對我覺得 我們現在 成班 很多同學 很多朋友 都以為是這個感情 因為這個感情 會支持大家做更瘋狂的東西 或者是說 我們需要團體 團體精神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 基本上是一個總結 我自己去看這個決鬥 是讓普天樂 完成自己的一個遺憾 從這個遺憾開始 去看回這個人生 兩年前 他跟李阿光打 他沒有出現 這個是遺憾 作為一個武林高手 作為一個 他的油道理 小金剛 是一輩子都不安慌的 也算盲 也算怎樣也好 都應該要打這場 即輸 不重要 最重要 做到自己 當天的承認 而對方原諒你 是關上他這個人物 在打的過程裡 李阿光是尊重你盲 我就盲著你打 打一打打打打開眼 開眼睛 開眼睛就毛了 那你為甚麼要做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他覺得 就算他打底也好 誰打底也好 你以後 做課童會輸 輸的最大原因 不是在說 所以我不是說 是輸 however… 在整個前途或各方面有一個影響 輸有一個教訓 我們如果輸了能夠再回頭 輸有一個成功的 最重要是整個戲裡面的主題 就是鬥心爆炸 達了一定要起得回心 整個戲的精神會放在最後一場 即使你阿光走走的時候 就覺得他很甘心無敵 他一定要走得很鮮 有本事出面再打 但是煩了虧就是煩了虧 你回去重新做一個修養 就是我自己在整個戲裡面 最好的地方 最應該說的地方 最厲害的人都會跌倒 一樣要起得回身再走 就完成我這部電影的最終的說法 可能有人會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我的個體法 我為什麼要給他人重置的眼睛 為什麼他會開睛眼睛 就是我們會錯 我們會失敗 就是我要說回這件事才行 如果不是前面又不對 整體來說是一個草原 一個這麼modern的城市 所出現的對比 其實是一個原始和現代的感覺 一切可以改變 理念不能改變 就是草原和城市的分別 所以到結尾 你也會看回草原 開放後你也會看到草原 即使有多難搞的草原 大家可以看到草原 我都要的 這個浪漫 要砌出來的 我記得我看哈達明的電影 到很早 六幾年 就是暴動後 開始才有機會看到那些電影 但是當時我小孩就不會看電影 到了七十年代 有機會看他的電影 因為我入了電視台去做 就開始接觸這一行 就是電視、電影 都是類近這些東西 當然不同 那時候看 就是以一個態度 就是想知道更多一些東西 但是即使我那時候看過很多 哈達明的電影 都沒有那麼大感受 是最近的 真的進去電影行業 八十年代尾 去拍電影的時候 再看回的時候 自己真的 作為一個香港導演 去拍香港電影的時候 再看回以前的大師 又是那部電影 經歷了不同的日子 所以到那時候 我才會覺得 真是絕頂好電影 又會再看回 哈達明的很多很多很多電影 其實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我看的就是 哈達明能夠把哲學 放進他的電影裡 以一個故事的認識 而且我會覺得 他作為一個導演的功力 他自己很專一 由於 你過來看長鏡頭 看回赤狐子 他為人吃足那段 一個鏡頭很長 當時看 不懂得看的時候 我就看 哇 必須這麼樂為 但是到最後 原來真的要 最後看回 十幾年後 我又看回這個鏡頭 沒有這個鏡頭 就不是人心人術 你有病人去對著一個病人 那管他發脾氣 那管他做甚麼 那管他階級跟你很遠 你就要有病人去慢慢餵他 他不吃他會死 你餵他 是你的責任 不只是治療他的病 而是治療他的生活 類似這些哲學 他很簡單的鏡頭 就出來了 變成 你會覺得 當然不止這部 很多鏡頭 都是經典的東西出來 導演當年想的東西 我相信是很厲害 他感受很大 他才能夠拍出這些東西 我會覺得 他最重要的是 把人生 一些理論 一些哲學感 放入電影入面 而發揮得非常好 我自己都會 用這個思維去想電影 我經常會覺得 就是 就算我拍《真心英雄》也好 非常突然也好 以至到《暗戰》第二集也好 其實我都很想說的東西 都是說人 人 活在這個世界上 所要面對的事 和出現的事 你 《Expect the unexpected》 非常突然 可能很多人 在街上扔下一個兒子 自己跳下去也行 怎會不出現 我們不可以這樣想 世界可否發生甚麼事 世界甚麼都可以發生 而是你怎會面對它 就是這樣 那個氣的思想 我覺得我就是這樣說 去到《真心英雄》 你去求神問福 是否真的可以 如果是可以 就沒有那麼複雜 是吧 誰可以猜到自己何時有事 誰可以猜到自己何時有事 零告訴你 那個《Forschen Teller》 即是那個《啟相佬》 他自己也保不到他 跟著這兩三個月做甚麼 其實我們不能夠 只要相信這件事 不過這可能會令你安心 但這不是最大的理由 你是用了它作為一生前的價值 即是這些戲裡面 我覺得我自己 經常在想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很接近他的想法 可能我已經看了我不明白 但我入了腦 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 他的分途對我來說 在電影上的刺激很大 日後可能都洗不掉 都會一直這樣去拍電影 今時今日我會覺得 這部戲由到龍虎房 即是《之三四郎》裡面的東西 當然劇情不是一樣 但亦都是因為它刺激我 我才可以拍到一部這樣的電影 亦都是因為它刺激我 我才可以拍到現在的電影 我覺得如果是有機會 可以做這個對它一個致敬的話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一個頗光榮 的陰然 其他都不一樣 只有一個很容易覺的 就是他走 我就找一個點 我只要在這個戲裡面 我只要有一個感覺 是要奮這部電影出來的 就是 古仔的鞋跌了 那女生就去撿回鞋給他 到最後 她女生離開 古仔又給她 扔回鞋給她 是這個唯一 這件事 就是《之三四郎》裡面 那個女生的鞋 脫掉鞋帶 她幫她撿布 去綁回鞋帶 都是發生在男女上面的 我自己會覺得 她不會寫得很情深 我現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 古仔和 應彩兒沒有說過愛情 其實是有的 是存在的 有緣 以後便有機會 沒有緣 以後便會見不到 而且那女生離開時 都不知道她的 那種遺憾感 我喜歡 還有我很想找一件事 從《之三四郎》 《之三四郎》 當年 有東西 要在這個戲裡面 發生 而我便選了一雙鞋 其他都是不自覺的 全部都是不自覺的 最自覺的 最 我要和編劇 和劉奈後一起 那雙鞋很重要 是很重要 我曾經拍過很多 香港跳伏都挺好的電影 但可能未必是 電影的價值 破紀錄 跳放的只是 某程度去限量到 那部電影的價值 一部電影最大的價值 我自己覺得 就是 你不同的文化的人 都能夠 因為這部電影 而出現到一些 分控也好 或者 是這部電影 讓你講也好 那我作為一個電影人 好像有個價值 去 世代各大的電影 展也好 我覺得都是對自己 人家對自己一種尊重 能夠做到 一種這樣的東西的話 會更支持他自己 在電影發授的地方 會更支持他自己 在電影發授的地方